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入门到精通 Codrading交易学院是为个人投资者提供投行级别的专业交易策略 Codrading Academy也是澳大利亚证券公司集团金融衍生品外汇基金的操盘者 拥有着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的执照 AFSL的执照 同时有中国证监会的券投资基金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拍照 也是CFAA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的认证机构 有着自动化交易系统也是属于国家级专利的自动化交易系统的程序 那在我们每天的交易的解盘当中 希望就是把这些专业级别的交易的思路 交易的理念去传达给个人的投资者 希望我们的个人投资者也能够在专业的研究的成果上 更加有把握有信心有质量的去交易 那么介绍一下我自己 郭凯天安郭 Cole Trading交易学院的创始人和院长 澳大利亚证券公司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总监 也是他的交易的负责人 那也是CCTV证券财经频道的特约分析师 澳洲外汇投资顾问RJ1.6的执照持有人 那在我们过往的200多期里边 我们带领投资人一起去学习了一套交易的课程 那这是从入门到精通 那今天我们讲解到了第二篇 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了多数时间框架的分析 那么进入到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页的 第二页的第一个课题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进入到大学的课程 Freshman大学一年级的课程 那在大学一年级这个体系当中 我们会学习三个内容 第一个市场情绪 第二个新闻交易 就是消息面的交易 第三个Carray Trade套息交易 那在中间还会学习到美元指数 市场联动性等等的内容 那在今天我们讲解的市场情绪当中 还会分别的讲解到黄金的持仓情绪 美元的持仓情绪 以及各个货币的持仓情绪 我想了解到市场当中投行是如何去做交易的 了解到市场当中的这些投行 如何将他的资金进行配比 去看到一个整体市场的持仓状况 对于每一个投资人去决定 他下一周的交易的方向 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力的 那么今天就进入到今天的讲解当中 交易内摊的解读 实时交易的喊单 市场情绪和学员交易的点评 那在周五的时候 我们一同发现了一个交易的机会 欧元对纽币的交易机会 课堂上做交易很快 我们25点 标准的获利指引就很快到达了 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天会有这样的好的交易机会 我们在课堂当中一边去学习理论知识 一边和一边在交易当中产生实际的收获 那我们说在交易过程当中的这些交易的执行的信心 是在逐渐的建立的 当你学习的越多 了解的越多 正确操作的次数越多 那么你的交易的信心也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也是general advice 不涉及个人理财的规划和建议 着心使用我们的课堂当中的内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讲解今天的内容 带领大家一起去来探讨 如何去了解市场持仓的状况和市场的市场运行的情绪 所谓市场持仓的情绪是指的在市场当中 每一个交易者都对这个市场有他自己的看法 那这个看法的表现为是牛市是熊市 还有今天的这个市场对行情有如何的影响 他们都会对这个市场做出一个判断 并且依据市场对市场的判断进行执行 那最终我们如何去分析这个市场情绪呢 如何去看待这个市场当中整体的交易量呢 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持仓报告 持仓报告来去了解它的市场当中的持仓情绪 那所谓的持仓报告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在美国东部时间每周下午 每周五下午两点半左右公布的交易持仓报告 那也称为COT 那这个报告呢就会显示出市场当中 它的多头和空头的持仓的总体的头寸的状况 那在这个市场当中有多少人做多 有多少人做空 那通过这个数据就可以了解到 投行在下一步的它的走向 和如何去来去调节它的头寸 使用这个报告一般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使用浏览器打开以下网页 我还没有变我没有变屏幕我一直在讲解还没有变屏幕 那我助手说我们桌面没有同步 的确是 其实桌面是同步了 我还没有进行变换 我把这个发送到全中去 那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进入到这张列表当中呢就开始我们就看到它的商品 期货交易委员会它公布的这些数据 那我们将这个图形将这个表格向下拉 向下拉拉动到这里 拉动到这里 拉动到这里 我们看它这个短表 那在这个短表当中 其实它罗列的内容非常多 那第一次看待这个图表的投资人一定会觉得 哇 这个图表上面讲了些什么内容了 感觉到会非常的繁琐和复杂 会感觉到非常的繁琐和复杂 那上面有butter 有milk 有这些生猪肥牛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交易的产品 活牛等等这些的产品 那么我们要交易的是什么 这要是大家要明白 你要交易的是什么 我们这要在中间的需要交易的是 比如说我们交易的英镑 Gritish Pound 那当我们点击 在这张表格当中想要去找到英镑的时候 怎么办呢 按照按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 我上次就说过 跟我们一起做交易的同学 一边在听我的讲解 另一边在它的 另一个电脑上开始去做 我一样的动作和工作 那我们再点击 Ctrl F Ctrl F是搜寻 搜寻什么呢 搜寻Gritish 搜寻英镑 那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 英镑的持仓报告 这是 那这个表格内部的 就是英镑的持仓报告 我们这个动作 其实好多投资人也可以在各个网站上去看到 比如说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说 FX678这些网站上就会把他的投资的 把这个网站上的这个持仓报告去显示出来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最直接最原始的这种方法 而且是这个数据啊 就是我们知道市场当中所有的持仓报告的数据都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看到这是英镑的持仓报告 那我们看哪个位置呢 哪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Non-Commercial的是最重要的 Non-Commercial 这表示就是非商业投寸就表示它是投机投寸 那商业投寸表示说一部分是对冲投寸 那还有Non-Reportable的Position呢 就是说个人交易者产生的投寸 那我们看到在在这里边啊 好在这里边我们发觉看多和看空的形成一个对比 那看空的就是看多的有457645746首 然后看空的有94777首 那么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产生了如下的变化 我们看到说看空的人增加了8792首 看多的增加了2472首 那么在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发觉什么内容呢 我们发觉多空双方都在英镑上增加了投寸 都在英镑上增加了投寸 并不是说看空的人增多了 看多的人减少了 而是两个方向都增加了 谁增加的多呢 我们看到的是看空英镑的人增加的多 那么这个对于英镑将来的走势是有预示作用的 它预示着英镑将来的走势的行情还是看空的 而且他们之间的比例也是相当的巨大的 我们看到如果用这个8792去除以 请把声音关一下 请各位同学将自己的声音关一下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回音 如果用这个数字去除以它的话 我们发觉看空的人增加了接近9% 接近9% 而看多的人增加了5% 那哪个厉害呢 哪个更为重要呢 我们发觉看空的人它的更为重要 它的看空投寸继续增加 我们用它用这个数字减去它 得到一个6320 那我们就是说英镑在上一周里面 近空投寸增加了6320首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的英镑它将来的走势也是相当不乐观的 所以这就得出了这个数据 那上面墨西哥比索 那再看一下美元对日币 这是我们今天里面走出重要行情的一个数据 美元对日币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币 它呈现的状况是 看多那这是看多日币的 这是对日币的头寸 看多日币的87000 看空日币的是23000 那这个是孰重孰轻 说明日币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日币呈现出相当的尽多头寸 日币呈现出相当的尽多头寸 那么在上一周的时候 我们发觉看多日币的人增加了 看空日币的人减少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市场不出现新的动作和新的走势的话 美元对日币的走势仍然是向下运行 也就是说呈现出日币继续走强 日币会继续走强的一种动作 那如果日币走强的话 所相对应的美元对日币 就会呈现出一种看空的走势 美元对日币就呈现出看空的走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市况不变的话 应该继续向下 可是今天的市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们看一下美元对日币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自于日本内部的一个新变化 我们看到影响日本 影响日币最主要的因素 我们当然说有两个 第一个因素 日本的量化宽松是否实施 它是否实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美元对日币的影响因素还来源于避险情绪的影响 风险情绪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在这个美元对日币上面会出现相当强劲的下行走势 这是强劲的下行走势 这是来源于英格兰退欧事件对它的影响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 新的市场情绪进入到市场 我们认为美元对日币它的变化 有可能它的交易的结构有可能发生变化 注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持仓报告 它是在每周五下午两点半公布 每周五下午两点半公布 那么它公布的是什么时候的数据呢 它公布的是星期二的持仓报告 它公布的是星期二的持仓报告 它比实际的行情要慢一周 要慢一周 它是以周围层级去做分析的 一周公布一次 一周公布一次这个 一周公布一次这个数据 所以新的数据新的试况来临的时候 就有可能使得它有可能使得我们看到的内容 和我们现在最新的行情走势不相稳和 这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那就目前而言我们认为美元对日币的走势应该是看多的 美元对日币逢低买入 这是今天最新看到的消息产生的变化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在这个数据当中仍然看到 有商业头寸 有非商业头寸 有总体的 那么有多头头寸 有空头头寸 还有Member of Traders Member of Traders Member of Traders 它表示说 在这个时候 整体的 这是向商品交易会报告头寸的 所有交易商的这个数字 就是有多少人 多少这个交易商向他报告这个数字呢 有166 就是各个方向上 如果进行加成的话 有这么多的交易商来向他汇报他的 仓位的数量 好 那接下来再看 市场当中有三类参与者 就是读这份报告的时候 你注意市场当中有三类参与者 Non-Commercial的和 这种零售交易者 所谓的商业交易者呢 是指的套期保值者 是指的套期保值者 那套期保值 它是指的是什么 那这些进出口商 为了避免 外汇的波动 带来他盈利和亏损的变化的时候 他去反向的建立自己的头寸 所以这是商业头寸 那还有一类呢 是大型的投机者 大型投机者 还有一类小型投机者 零售商的小型投机者 这是他 通常情况下 这个小型投机者 他的仓位的变化 与大型投机者的仓位变化 往往是相反的 那这些相反表明说 个人投机者 他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真正的 把握市场当中的 卖动和走势的规律 形成一个与市场相背的 一种走势的方案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欧元在上周的变化 如果我们看到欧元在上周的变化的话 我们发觉一个 这是欧元对英镑 我们来往上看看 刚才看到的 像刚才看到的欧元的头寸 看到的这是欧元的头寸 那欧元的头寸在专业的交易者里面 他们看多的人 有着些许的增加 而看空的人 有了大幅的增加 个人交易者 在这个时候 已经大幅的减少了 欧元看多的力量 他们大幅的看空欧元 那这些内容都表示 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 会表示说 欧元就是这个数值 经常会被职业的交易者 认为是一个 反向的风向标 就是个人投资者 开始大幅的减持 欧元的多头的时候 实际上往往会出现 欧元多头的开始 在这个时候开始 逐渐去构筑它的底部形态 这也是我们在去 看待这个行情的时候 一种看法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数字 我再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个数字 这是个人投资者 他们的持仓 持仓的状况 注意 这是投机情绪 为负的1.6 这是另一个数字 这是另一个数字 这是来自于某些网站 他们给的 SSI的投机情绪指数 它表示什么 它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 他们各自的投资者 他看多或者看空 一个货币的 多少的情况 那么近44%的头寸为多头 昨天该比例为负的1.15 46%的多头 我们认为个人投资者 你注意 只有多头的开始减少了 这和我们在刚才持仓报告中看到的数字 也是一样的 减少了733手的 个人投资者减少了这么多的多头 那多头减少了10.2% 相较上周的减少了20.9% 那这个投机指数呢 是个反向指标 显示欧元有可能上涨 也就是说 个人投资者开始看多的时候 往往是这个货币走扁的时候 反过来说 个人投资者开始 个人投资者开始看空的时候 往往表示说 这个数字开始进入到一个强化的周期 我们来实际的行情当中 来看一下欧元的走势的状况 那这是欧元的图形 那在我们周五的时候 公布了美国的非农数据 我们上一期3.8万 那这一期的数据非常好 28万 那这种非常好的数据 理应带着欧元呈现出 非常强的下跌的走势 而我们看到实际的当中的欧元的走势 它是一个上下的震荡行情 回顾当初 回顾当初上一次的欧元 在走出它的美元行情的时候 就是非农的行情的时候 它可是走出了一个相当强劲的大阳线 走出相当强劲的大阳线的 就是如果非农的数据是38000的时候 带动的欧元就是一个相当强劲的大阳线 而这期非农的数据如此的好 行情并没有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下跌的阴线的话 我们认为欧元在某些程度上 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它的底部区域 为了欧元利空不跌 那成为一种利空不跌反升的一种讯号 当然这是从投机情绪上去理解市场的 这种投机情绪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印证到实体行情的运行和波动当中 它不一定在现在就能够马上的实施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欧元的走势 这是相对复杂的走势图 看到说我们认为欧元在目前的状况当中 仍然是指应该是偏空的走势 偏空的走势 那2%的指标认为看到说 这个行情已经逐渐进入到它的负值区域 如果价格不能够在负值区域中始终停留的话 那么欧元的有可能呈现出一种反转的有可能呈现出反转的状况 单纯的Z模板来看一下单纯的Z模板 Z模板表示说 当它进入到这个2%进入到负值的时候 目前的位置是负的87.778负的827 这个负值是负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负值 表示说它向下偏离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就目前而言我们看到欧元对美元下方的几个关键的支撑阻力位 那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下方的 这是1.1的关键的关卡价位 在周五的时候触及到1.1的关卡价位 目前离这个位置一步之遥 那这个关卡价位下方还有另一个 我们认为的一个位置是1.0913 那这个中间这两个中间有100点的区域 大约有100点的区间 这100点的区间我们认为会是一个欧元呈现出的一个底部区域 而且这个地方随着它向下的运行 越来越运行的话 会逐渐形成它在交易当中的重要的支撑的位置 会形成重要的支撑位置 这是整体的欧元的走势 这是整体的日线图级别 欧元再逐渐的去探究这个1.09的这个关卡价位 这是一个欧元非常重要的支撑阻力的位置 逐渐下行的时候 我们中长线的布局者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当中布局欧元的多单 就在这个位置上布局欧元的多单 美元对日币也是值得去看的 美元对日币在我们的欧洲盘 就是美洲盘解盘的时候 连老师反复强调在这个位置上 会呈现出美元对日币在这个位置上见底的一种可能性 那么那是相对来说偏左侧的交易 右侧交易来如果去观测的话 我们看到日线图上已经明显的呈现出3K反转的状况 那行情已经从102的位置上开始挺胜 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切入美元对日币 其实是个非常好的 那哪怕就是现在去入场 在中长线交易上也是值得去交易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 因为长线的交易是最主要的是看待它行情走势的 是看待它行情走势的趋势的 所以我们认为美元对日币在这个时候应该呈现出一种反转的状况 如果单纯的看一个K线图 单纯看K线图的话 也能够看出在底部区域形成的几次引线 在这个位置上穿刺的这种状态 那就最后一波行情下跌回调 那呈现出点次低点再次点次然后反转向上 那日内交易我觉得如果能回到101.40左右的下方的时候 那是好的交易机会 如果不能的话现在也是入场多单的一个入场做多的好的交易的机会 假设我们在中长线布局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到市场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逐渐的去提高自己的仓位 当然耐心的同学还可以等待它回 这个止损值是相对比较大的 我们不用平常的两手交易 而使用一手来做交易 注意这个图形的它的看待的这个时间几次和我们平常看的不一样 这是一个中长线的布局 所以要求的止损可能要求比较大 比如说设置至少150到200点的止损 往下下来的时候到这个下边的时候需要220点的止损 那我们看待这个行情逐渐的去发展起来 前期波段的高点是在103.40左右的位置 103.40左右的位置 距离目前的仍然还有110点120点左右的空间 所以美元对日币在今明两天的时候 如果有回来 如果有回来就是落在再往下走100多点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仍然是做多的好的 仍然是入场做多的好机会 这是现在是美元对日币的底部去 在这张图上也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如果日本进行量化宽松的再次的加码 会带来千点的行情 那这个图形呢 与我们在2014年看到的这个破位 有着一致性 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2014年的这种破位 会是这个行情如果走出来的话 会是2000点行情 这是不是1000点行情 会有2000点的行情运行 所以在这个时候布局每日 我们第一单放在这里 第二单的位置会将它的再次加码的位置 放在103.40左右的位置进行第二次加码 那如果这个位置再上破的话 美元对日币的底部形态会被完全的确认 现在的确认度也已经非常高了 再过这个位置就会形成波段的确认 注意波段 我们原来的波段是高点逐渐变高变低 低点逐渐变低的 反转之后就会形成低点变高 高点变高的确认完全的道士理论的反转点 千点行情当中道士理论的反转点 使用了440点的确认度来确认 它行情的反转的状况 所以美元对日币是值得交易的一个货币 对 那么切到我们短单上来看一下 短单上我们经常用的短线的交易系统 微问这个图形 那目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多头的行情 明显的多头行情 周书轴线的位置处在 读一下周书轴线的位置 处在了102.10左右的位置 102.10 那我们发觉周书轴线 在这个时候价格上破到周书轴线的上方 那需要注意的时候 我们好多同学在去 之后我们会给同学们一个表格 特别是中级班同学我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个表格 把它把它写好 那今天的时候美元对日币的周书轴线的位置 美元对日币周书轴线的位置应该是在102的位置上 102.10左右的位置呈现出这个位置 那102.10 我们具体读一下这个读书 目前的位置102.10 它处在的这个位置是102.10 我们把它约6写成102.11吧 11 价格已经上破上去了 这对它的含义来说 将来的这个是个向上看多的 所以美元对日币我们是认为它是向上看多的 如果在今天加上的消息上 在这里基本面的上消息上 我们也可以去添加 今天的基本面消息 重启量化 这个消息对美元对日币的走势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也是明确的明显的一个看空日币看多美日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在这个上面去添写的内容越来越多的话 我们认为美元对日币的看多的行情会越来越清晰的体现在图表当中 就是我们的美元对日币的看法 好 接下来再看一些 再看其他的一些币种的变化状况 欧元相对来说还是在底部区域进行盘整 并没有明显的交易的讯号 那在今天早盘的时候有做空的交易机会 有做空的交易机会 下来也是正好30点 获利了解 欧元早盘逢高做空的欧元也是呈现出获利的机会 英镑在今天的时候继续呈现出下行的走势 还是单纯的在向下走 那79的关卡价位也呈现出一种破位的状况 Z模板掉出Z模板之后 再次从趋势线的下边缘突破 那有可能它走出新的一波的交易的行情 就是新的一波的下行走势的开始 但是英镑现在目前的下行的力量开始逐渐的减少 和之前的英镑的这种下行的力度相比较而言 它的力度在减少 所以英镑的这种向下的做法 可能会就是在仓位的控制上稍微要谨慎一些 那奥币再次在这个高位上 这是奥币最有意思的现象 奥币在目前的位置上很微妙的一个位置 7550这个位置上上下盘整 高位在这个位置上没站住 又下破下来 它呈现出的这种状况 我们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格局来说的话 我们认为它有可能形成一个顶部形态 我对奥币在这个上边观感的就是说 75的这个位置对于奥币来说 是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 特别是7550以上 反复去呈现出这种高位的状况的时候 有可能会形成反转 当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日内级别的四小时图上的反转 四小时图上的级别的反转 短线上是有交易可能的 比如说15分钟图当中 15分钟图当中 15分钟图当中 仍然是看多的 美元兑日币就是欧元仍然是呈现出一种看多的格局 回我说的是奥币 回到它的这些位置上的时候 就指标的指引仍然是偏多的 就支撑阻力位7550的这个支撑阻力位的时候 有这种双顶的格局的可能性 那我们假设以顺势交易的思路来去做的话 现在仍然是在它的日程本线之上 呈现出一种看多的格局 这是我们看到的奥币 再看一下纽币 纽币在这个时候 走法和奥币出现了一些不相一致的图形 来看一下Z模板 4小时图上的Z模板 纽币已经脱离了它的顶部区域 这个顶部区域 我们看一下它的72 它在之前的时候最高位置上是7280 这个顶部区域已经脱离了 那我们认为如果它脱离这个顶部区域的话 会形成一个逢高做空 那这个时候我想请头真注意 这个时候纽币应该是逢高做空的 不再是一个低位多的一种格局 至少在日内级别上 应该是在高位上去做空的 这个阳线连续反转了若干跟K线的时候 它的这种对行情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下方的摆档类指标也显示出 价格不能够在高位继续存在 那如果它走出一个下跌的行情的话 我们至少会认为它会走出如下的一波行情 如下的一波行情去做一个回调的动作 那假设它这个动作走完结了 它会呈现出什么状况呢 它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组走势 行情上涨 回调 上涨 上涨到这里两个点其实是一个点 再回调 这样再回调的一个走势 有可能在下方的时候形成这样的 这样的 这种类型的趋势线的格局 那如果行情就走出这种图形的话 我们认为纽币它在顶部区域上去见顶的可能性就非常高 就如果它走到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它见顶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因为这个图形在上涨回调上涨的时候 我们好多投资人如果喜欢去看蝴蝶理论的话 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图形 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图形 那这个图形就是上涨 就是看它最后这波下跌行情 拉回回到了886的格局上 回到了886 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回调 这是深入的回调 是蝴蝶理论当中回调比较深的一个图形 那这波上涨理想的状况到哪里是最理想的状况 如果它走的完美的状况的话 应该走在相对较低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就出现停顿 在前期的1之下就出现停顿的话 会是它最理想的位置 我所说的1是指的这个位置 是指的这条水平线 前期最高点的水平线 如果它在这里形成反转的话 那么这个反转就是最理想的加特利斯形态 那现在稍有些偏差 仍然是一个理想的状况 现在在走低结构 所以我认为纽币在这个时候 向下走是它的主要的交易的思路 短线系统上也会形成这样的图形 我想如果短线交易系统上 现在还没有出现变盘 目前还没有出现变盘 来看一下五分钟 把它切到五分钟图上 看它是否这根大阴线带动行情变盘 我们看到已经短线交易系统上 呈现出了变盘的讯号 呈现出变盘讯号 上边的这个停顺反转指标 已经呈现出对行情的压制作用 已经呈现出压制作用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图形是纽币图形是看空的 逢高做空逢高做空纽币 这是在这一周里面值得关注的一个交易的形状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去在这个图上 是否能够找到纽币 好纽币来看一下 就是通过这种输入的方法 能够让你快速的去找到一个货币 否则在这张表格当中 你非常困难 就是因为它的罗列的这种信息非常多 你找不到它 那我们看一下纽币的图形 那纽币在它的值仓头寸当中 我们看到它在上周里面 做就是看多的增加了808手 看空的减少了615手 什么意思 那我们发觉它在这个上周的时候 它的变化的幅度是纽币在加强的 上周是纽币在加强 包括它的讯号是多 看多的在增加 看空的在减少 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时间点是哪里的 是上周的周二 我们把它切到日线图上 把它变到Z模板上 变到我们的Z模板上 上周的周二 几号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周的周二是7月5号 那我们来把它时间放到7月5号 这是7月5号 就是截止这个时间点 截止7月5号 假设是这个 截止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看到看多牛币的人是增加的 同时我们知道这个看多带动的牛币经过了上上周的一整周的一个上涨 所以在这周的时候我们想扭币即便不反转也会走出一个Z结构 所谓的Z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Z结构 这样的Z的结构 偏空一些 相对偏空一些 如果这个Z结构再往下走的话 再次继续往下走的话 真的行情就扭币就呈现出多头的行情了 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我们对美元比较强的一种观感 就是美元的墙会逐渐的去体现在行情上面去 非农的数据对美元的影响不是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当天产生的 有时候会随后的再逐渐的去产生出来 特别是那些处在高位的货币 在非农数据非常好的情况下 会逐渐的去形成这种交易当中的下跌的幅度 这是我们对它的看法 美加来再看一下 美元对加币是与原油非常相关 原油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 呈现出一种急跌 然后呈现出三角形向下收敛整理的一种状况 所谓的三角形整理向下的三角形整理是这样的 这样的三角形整理 下边缘朝下走 下边缘朝下走 上边缘也在这个时候 也在呈现出一种朝下走 这是一种楔形整理的状况 这些楔形整理表示说向下的力量大幅的减弱 这种楔形整理通常有反转的意味 楔形整理有反转意味 表示说这个图形如果走成这样 就是下跌向上回调 那么它将来会继续快速的向下运行 而它向下走向下盘整 这个图形就有可能反转 所以局部在底部布局原油的多单是有可能的 原油呈现出多单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美加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技术面上 技术面上每加的图形呈现出顶部13100点左右的位置 再次去碰到这个位置 行情仍然是顺势而为的话 行情是个N型结构还是在上涨的 所以看这个关卡价位能否在这个位置上能够突破 1.3100和这个位置的1.3 这个上方的区域形成对美加下一步走势的非常重要的区域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点次再向下 行情就会呈现出交易当中特别理想的一些下行的一个图形 有兴趣看蝴蝶的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去看一下它中间所形成的比例关系 看一下它所形成的比例关系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比例关系 就是说它的第一波回调 下跌回调 回调到了786的位置 第二波走出到就是走出Z型结构 Z型结构上涨到1.272 这个数字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 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去 我希望同学们去特别敏感的去掌握住 掌握到这个数字 这是中间特别重要的一个数字 表示说这个图形上涨 再上涨上涨到它的1.272的位置 表示说上涨又不远离 这些图形都表示说在这个位置上 有可能出现蝴蝶的低点的位置 呈现出低点位置 这是标准的加特利形态 有喜欢蝴蝶的一些同学 可以关注这个图形在中间的运行 所以穿上高点形成的一些反转的讯号 有可能成为做空的好的机会 当然蝴蝶和波浪是对行情的预知作用是相当的浅的 它非常左的去来看待这个行情 那在今明两天的时候 我们密切关注加币在1.3100到1.3120之间 狭小区域的走势的状况 我们期待它在这个位置上走出类似这样的图形 这个图形如果一旦走出 将会是和 将会与这个级别相等级别的一种走势 相等级别的一种走势 我们看到前期的这个级别 它走了多少呢 它走了300点 30根K线300点行情 这是这一波的运行 期待这个图形的走势 同时原油也是值得关注的 围绕着45美元的这个原油也是特别值 所以进入到本周值得交易的货币对很多 值得交易的货币对很多 美元对日币是我们值得交易的 美元对日币的看多行情 高位的黄金形成的反转的状态 美元对加币的这种交易的图形 也都是非常漂亮的 澳币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 是见顶还是呈现出反转的状况 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所以进入到这周里边 值得交易的货币对特别多 而且这些货币的走势 除了美元对日币是由消息面带来的破位的话 其他货币的走势会更加倾向于技术面的走势 那这种技术面走势 会包含有美元偏强的动力在里面 你注意我们认为美元在这个时候是比较强的 是比较强的 那切到我们的每日交易内餐来看一下 每日交易内餐带领投资人去了解这个市场的主要的运行的状况 这两个人不去看封面了 在图形当中看一下 最弱的货币对 最弱的货币对还仍然是英镑 日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 日币也是在周这个层级上比较弱 那在日内的相对是比较强 那这是早盘的 现在这个数字应该是产生变化 现在已经产生变化 已经是变化了 那欧元1.1005的51的位置 美元的数值处在一个相对偏强的位置 相对偏强 美元在上 就是如果看待的话 上一周里面美元的走势是增加了0.7%的美元指数 那么强度仅次于纽币 强度仅次于纽币 那有同学问说 美元对瑞士法囊不是也很强吗 但是这指的是美元对瑞士法囊 这指的是美元对瑞士法囊 这指的是美元对加币 所以整体上来看美元还是比较强的 那上一周里面最强的纽币 除此之外就是美元 除此之外就是美元 美元是最强的 这种现象我认为会在本周会有延续 会在本周有延续作用 去密切的关注美元的动态 那美元的强如果结合上美元对日币的弱 那就会形成交易当中 买强空弱的极好的交易机会 密切关注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图形当中密切关注 其他交叉盘当中的一些货币队 同学们可以灵机的去做处理 根据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这些交易系统 来去把握住交易的机会 我们课堂当中给了大家非常多的模板 给了大家非常多的交易的系统 按照交易系统去做交易 因为这一周是技术面分析最强的 最好的一周 所以我们给了大家交易的指引 按照这个图形去做 那Z模板当中的四小时图的布局 那半小时图上的 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些交易系统 按照这些 对按照这些交易系统去做 那接下来留一段时间 跟大家做一下问题的解答 尽管明示解后缓解 然后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可以和交易学院取得联系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这个时候向我提问 同学说 纽币有降息的可能 纽币在之前我们谈过几次 它有可能的降息时间点 一个是六月份的降息时间点 一个是八月份和十月份的降息时间点 那如果纽币降息 那和我们的会非常强烈的去影响到行情的走势 我们看到图形当中 我们对纽币的判断是在高位去做空纽币的 高位去做空纽币 刚才我也把这个图形画出来了 逢高做空 假设如果纽币降息的话 会非常强劲的会带来纽币的相关的行情 本身我们在这周里面就是 要去做多美元 做空纽 做空非美货币 所以假设纽币降息会有 会有这样的可能 第一次听同学的就是 第一次听的这位同学 张同学 你也可以看到他 就是纽币除了这个数据影响的话 乳制品的价格也会影响他 那乳制品的价格除了有他拍卖的价格 还会有 刚才我们那张表格当中 还会有 还会有在上面的这一类内容的 比如说Butter的价格 Butter的持仓 持仓状况 然而是看多Butter还有乳制品的价格 乳制品的价格 那这些持仓的状况也都会影响 影响纽币的状况 那我们看假设就以Butter的价格 这些都是由乳制品产生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产品 他会发觉 我们发觉他 做空的在减少 做多的也在减少 市场当中对Butter的这种交易的兴趣在减弱 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研究的并不是说 我们去研究这个Butter 研究这个Milk 其实我们想去研究的是说 这些乳制品价格的走势 会影响到牛币的走势 这也是我们值得去看待的 每日我们看到有提问 同学问说 每日看多看到什么样的位置 这是一个长线的布局 这是一个中长线布局 那中长线的布局也会有它的位置在 也会有它的位置在 我们认为就拿最为短小的一个图形来说 我们会认为说 前期它的底部 这是它我们看到 这是它的一个双底的格局 这是它的双底的格局 底部有多长破位有多远 这是最第一目标位 这我觉得是第一目标位 它在这个位置上140点 我们向上看140点 去回测到它的周军线的位置 这是它第一目标位 但是我们觉得说 如果它走趋势行情 如果它走趋势行情 应该会有更为强烈的这个动力 去带动它向上走 所以美元的日币可以看得比较远 或者你在图形当中 使用一些跟随止损的方法 来去 来去 来去做单 跟随止损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在 扇形的二级上面 我们看到 会有这些跟随止损的方式 来去找到它将来运行的目标位置 看到哪里 我觉得如果在周书轴线上 如果看到的话 我觉得至少可能会看到它的 阻力位3的位置 去测试到它的105左右的位置上 可能会是它的将来 将来有可能的交易的位置 现在行情刚刚开始 美元的日币的行情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是这样来去看待美元 那还有投资人问说 澳币对纽币有可能评价吗 这个离评价还是比较 比较不是那么特别 因为纽币马上跌下去的时候 澳币和纽币会拉开距离 会拉开去 评价有可能 但是很困难 然后技术面分析上很难去 单纯的技术面上 我们觉得澳纽评价 可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澳纽评价是很困难的事情 除非在出现一些极端走势的行情 最极端的位置 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 出现的极端位置 这个位置是1.0022 接近到平价的位置 这也是相当长时间上的一个最低点 这是月线图 进到月线图上的一个非常低的低点 接近到平价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那你就在这个位置上做多 我觉得澳洲政府和新西兰政府都不会认可这样的平价的价格出现 所以如果他能够到达这些位置的话 都是你可以放手一搏的这些好的交易的机会 很困难 很困难会出现这些位置 这是我们对澳币对纽币的分析 所以这个行情是比较远 就同学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多使用交易系统去做 多使用交易系统去做交易 按照交易系统的指令 这个图形是看多的 我们就去逢低去买入它 澳币对纽币 现在已经变盘呈现出一种多头的行情 已经是多头行情 所以现在要做的话就是逢低去买入它 逢低买入 价格已经运行到了周成本线的上方 已经运行到周成本线的上方 输轴线 本周的输轴线 澳币对纽币 周输轴线 落在了1.0394的位置 也就是说1.04的位置 价格已经升到了周输轴线之上的位置 底部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认为 澳币对纽币 就在本周的交易的思路 应该是逢低买入的思路 不是逢高做空的思路 这是我们对行情的一个判言 Z模板上 Z途径上 也依然表现出的这种力量 是向上的力量还比较强的 这是我们对行情的看法 好 有同学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一位同学问说 持商报告不能够反映及时的讯息 那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个人投资者在交易的时候 他们的交易的是讲究说 我们在日内短线去做交易 我的头寸是在15分钟或者5分钟图上去做维问 机构客户他的布局是比较长时间的去布局 他的持商的状况可能比较时间比较长 另外还有就是 市场当中 全球市场当中 他的仓位的变化和整体的变化 不是在不能够瞬间的去完成 他只能说在一周进行一次统计 可是这种一周进行一次的统计 仍然能够相当强烈的去表达出 这个市场在朝北走 还是在朝南走 还是在往多走 还是在往空走 他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会在周这个层级上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交易的大背景 我们在中级班的时候 给同学一套图形 就是一套图形 带领同学们去记录每个数据 他们的在每一周上面的变化 持仓的状况 那这些变化和持仓的状况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了解这个数据 在这一周里边去交易的主要思路 就我们这一周里边 到底是按照 因为VIVEN它比较短 15分钟上比较短 如果就按照这种15分钟图 5分钟图上去做交易的话 会使投资人进入到一个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这种状况当中 但是如果它比较大型的这种机构 它在最近一段时间上 看空的人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会认为它的走势是偏空的 黄金也有持仓数据的 我把黄金的持仓数据 稍等一下 下边这个是黄金的持仓数据 好 刚才我们是发送的 黄金的持仓数据 了解了这些讯息之后 你发觉你的交易的水平和功力 还有对这个市场的把握 更加的清楚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 就到这里 有问题的同学 再次可以和我举个联系 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非常希望所有的投资人 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 产生交易的获利 我希望能够看到大家 交易获利的反馈 发送给我 把你的交易账单发送给我 我们一起来享受大家 交易获利的乐趣 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祝同学们交易顺利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